他是施加指控的林小姐 认为就是他冒用施小姐的名义 一直在下单外送 林小姐出面全盘否认 但是苦主还提供林小姐跟施先生的合照 他亲密的搭在男子的肩上 施加说儿子28岁和38岁的林小姐交往半年 两人相差10岁姐弟恋已经论及婚嫁 4月份施先生的姐姐发现 林小姐已婚有小孩 他们断绝来往 身家只称两个老人家对他很好 妈妈甚至把自己的金饰送给他 认为双方翻脸之后 他怀恨 恶意冒名下单 都用施小姐的名字 家中送 上班地点也送 而且很多是刚上社团打广告的新店 林小姐在合美开了一家素食店 施加全家吃素 双方因此认识 她有先生是个恶宝妈 但是澄清说 施先生就是店里的客人 否认有交往 还说不认识施小姐更没有冒名下单 他说冒名下单的可能是施加得罪了其他人 对于他们的指控 他会委托律师控告 妨害名誉和无告 TBS新闻诚至中午书评 张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